在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的辖区内 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租房的情况较多 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困难 也增加了辖区的安全隐患 为此西城分局创新举措 推行起租房管理模式 实现了零发案的良好成效 起租房就是企业或单位 在社区内为员工租赁的集体宿舍 西城分局西长安街派出所辖区内的 2500多户出租房中 有10%就属于起租房 租住人员多为外地农村年轻人 文化程度偏低 法律意识淡薄 加之集体居住 人员集中等特点 使得这些出租房屋存在多种安全隐患 为此西长安街派出所 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 建立了一套起租房管理新模式 派出所指导用人企业和单位 建立起租房 居住人员和来访人员登记台帐 逐人登记人员基本信息 建立人员统一管理机制 建立安全防范奖程制度 同时 与起租房乘租企业或单位 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 定期召开单位负责人例会 通报情况 查找问题 研究整改 另外 在起租房内建立了 治安防范轮流值班机制 由居住人员每天轮流值班检查 提高起租房的自管自防能力 为避免起租房内发生财务被盗情况 派出所指导 城租企业和单位 在每天宿舍内增设了带锁的储物柜 用于居住人员存放钱物或贵重物品 从今年7月份推行起租房管理模式以来 西长安街派出所辖区的起租房 被发生火灾 煤气中毒等安全责任事故 同时保持了刑事和治安案件的零发案